从特朗普上任至今,都没能彻底摆脱通俄门的嫌疑,如今随着调查的越发深入,暴露出来的证据也是越来越多,特朗普如今的处境变得越发不利,这一次,特朗普很可能因此栽跟头。 据纽约时报9日报道,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,上周陆续听录了部分调查文件,其内容显示特朗普曾指示签私人律师科恩,向两名女性支付封口费。 目前,关于封口费的行为还未被完全证实,但是,如果最终被认定特朗普秩序与此有关,那将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后果。 民主党议员Gerald Medellon上周日表示,如果其前律师报告的封口费行为,被证明违反了竞选财务规定,美国总统特朗普,可能面临弹劾和牢狱之灾。 事实上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,开始担心特朗普这次会受到牵连,据CNN援引知情人士,白宫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被弹劾,认为这是有可能的。 在此之前,因为铜锣门事件,早在今年8月21日,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·科恩,向解方承认八项罪名。 几分钟后,特朗普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,被判八项罪名成立。 这其中科恩承认,自己曾受到2046年大选候选人指示,向两名验信支付封口费,以影响选举。 而科恩的认罪,无疑对特朗普的威胁更大,虽然两人已承认的罪行中,没有一项与特朗普的通俄门有关,但并不意味着对特朗普没有威胁。 一位纽约检察官指出,科恩与这两名封口费有关,他这样做,就是打算影响2016年大选。 他指出,给这两名女性的封口费,构成了进选的非法资金。 而这个罪名一代落实,特朗普也将难逃,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亚巴西夫预言把公志主前进了暗淡。 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中,特朗普下台这一天是存在真实的可能性的,司法部可以控告他,他或将成为首位,真正面临进监狱可能性的总统。 而现如今,特朗普也已经表现出了慌乱的一面,12月8日,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,监者表示,自己与何人办下与选举有关的罪行无关。 而到了第二天,9日特朗普再次发布推文呼吁停止通俄门调查,特朗普表示,是时候结束政治迫害了。 与此同时,特朗普还表示,没有什么好弹劾的。 如今,越来越多的证据,开始展现在公众的面前,局面已经越发不可控,特朗普也因此正在遭受越来越多人的围攻,是否真的会被弹劾还不能得知。 但特朗普最近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哎哟。 好。